一对来自云林的陈旭夫妻 上午9点多开着货车到台东的资本山区游玩响警 不料已是不熟悉路况 他车子在产业道路上失控打滑 左侧轮胎陷入山沟里头无法动弹 温泉派出所获报后立即赶紧现场 也通知脱掉业者来协助脱捆 台东分局的远景获报后赶紧现场 并查看车辆目前的状况 并且尝试驾驶进行脱困 近日上午一对来自云林的陈旭夫妻党 来到台东的资本山区游玩 并欣赏山区的美景 而为了看到更多的美景 两人便朝着更山区的五目寮景点出发 不料已是因为路况不熟 车子在产业道路上打滑失控 整辆车左侧的轮胎都陷入在山沟里动弹不得 无奈之下只要请求警方协助 就是民众到山上来游玩 然后不小心到山沟 然后我们请多家业者来帮忙排除的状况 我是去路山路山啦 你去那里找一支牌子说五目标 我是说不来来看看 你当地人吗 不是啦 我当地人来啦 我了解 索性最后成功将车辆拉出山沟 和这对夫妻俩受困山区近两个多小时 有惊无险 辖区的远景全程陪伴 并不断安抚两人 让这趟出游的惊魂记画下完美的据点 记得陈静凌悲难相报导